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告白 紧张的他 此时并没有发现身体的异常 他刚说出我喜欢你 瞬间带着 这怎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来到镜子前 看着镜中的自己差点崩溃 自己居然变成了一个男生 情急之下 他找到百事通美丽姐帮忙 美丽姐其实也是条美人鱼 他告诉小白 人鱼族一直有个诅咒 一旦未成年的人鱼动了真情 就会瞬间变坏性别 不过不用担心 左右十分钟就会失效 但是如果想要破除诅咒 就必须要得到珍爱之问 可一告白就被男人 这怎么办 没办法 他们决定找海巫帮忙 谁知 海巫竟是小白的同学 水哥 真是不是原家 不剧头 男人曾经因为一些琐事 顾不对付 谁可以趁机抬高筹码 让小白用人鱼眼泪 变成了珍珠作为报酬 这可难缓的小白 他天生泪线不发达 这简直太难了 但为了爱情 他豁出去了 他用辣椒抹眼睛 大口吃芥末 折腾一番 他终于如愿留下了三颗珍珠 可当得知他看上的人是小帅 水哥差点翻脸 其实 水哥和小帅同住一个宿舍 两人互看不顺眼 谬不过小白 水哥之号施法附身在小帅身上 成功亲吻了他 哪知 小白刚激动一会儿 瞬间又变成了男人 无奈 水哥之号再时妙计 他趁小帅上厕所的时候 施法定住了他 然后让小白溜进来 趁机亲吻他 可计划再次失败 水哥劝解他 放弃吧 毕竟施法得来的吻 并不是出自真心 可小白一再坚持 这让水哥十分郁闷 只能借疚小丑 原来 他早已不知不觉 喜欢上了小白 为了让他开心 他只能卷择继续帮助他 他使出了必杀技 开始教小白各种撩人技巧 从造型到形态 小白也慢慢摸到了精髓 不知不觉 来人之间的小火苗 越来越旺 水哥也越陷越深 而小白也慢慢爱上了他 而水哥的变化 让小帅看出端倪 他质问水哥的心意 可水哥死不承认 于是 小帅心生一记 他故意牵小白的手 让水哥吃醋 然后又让一个女同学 出来捣乱 误会健身的两人 发生了激烈的撑吵 水哥负气离去 小白也忍不住痛哭起来 他的眼泪变成了珍珠 洒落一地 晚上 水哥和小帅的矛盾 终于爆发 两人正要动手 这时 小白让人送来了 海洛项链和信 看完信后的水哥 如梦清醒 原来 小白喜欢的人 竟是自己 他找到小白 深情告白 两人也解开心结 幸福地拥抱在了一起 他们来到泳池 小白也陷入了人鱼身份 真爱之吻 让小白顺利破解了诅咒 眼看大团圆结局 水哥却发现 海洛项链不见了 美丽姐说 项链是诅咒 美人鱼的法器 一旦落入坏人之手 美人鱼就会化为泡沫 而这个坏人 就是小帅 水哥慌忙找到小白 而此时的小白 已经奄奄一息 他的鱼尾 也渐渐脱落 化为泡沫 水哥懊悔不已 美丽姐告诉他 想要救小白 必须要用他的心头血才行 水哥二话不说 直接用刀插进了胸口 哪知 这居然是个道具 原来 这一切都是小帅设的一个局 目的 就是测试水哥的真心 看到两人彼此相爱 自己也放下心来 自此 水哥和小白 过上了没羞没臊的 幸福生活 影片也到此结束 这是一部奇幻的爱情故事 让人有种想要恋爱的冲动 趁阳光正好 微风不早 趁繁华还未开枝图迷 做你想做的事 爱 你所爱的人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哎 人鱼君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呗呀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